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啊 要把国家统一 这关键字删掉 他5月8号 提案 然后今天策案 刚好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策案了 那这么耍宝的情况 就是立委的水准 这不行啊 那昨天傅昆奇的官司 定验呢 有立委 他说那他搞不好 在监狱里面什么提咨询啊 这种没有尝试的话 他也讲得出来 我也没有办法 那是另外一个立委 因为之前的立法院的内规 他的惯例 立委被抓去关 他就是庭权 他是代职 他还是有立委的身份 但是他的立委的职权是暂停的 也就是说他关在监狱里面 他不能咨询啊 不管是书面咨询 或是各种的提案连署什么 他都不能参加 所以这个某立委 我就不要讲你名字了 你要加强 不要再闹笑话了 那更悲哀的是这个闹笑话的立委呢 他的网络声量是全立法院第一名 就知道选民 尤其是年轻人的水平到哪里 你连是非对错都看不出来 疯狂的起哄就没办法 好 今天又零确诊 08零确诊 就指挥中心摆了八个巴勒 这个就是我们防疫的水准 就是这样 摆八个巴勒 我今天看新闻说 新加坡研发最新的快塞设计 一个小时就能够知道检测的结果 我们还在玩巴勒 新加坡在弄四季 我们在玩巴勒 这就是这样的水准 就是这样的摩托 好 第二段我们看这个内阁的改组 那第一段从这个李来西跟小灯泡 继续谈 那当然这个题目不是那么的 这个好谈 当然跟我个人的因素有关 因为我不是韩本 我不是韩本 我有比较 对韩国瑜跟蔡总统来讲 我当然对韩国瑜比较偏心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 那个新庄王小姐那个事情 其实我跟各位讲实在话 就算韩国瑜有小三或小王 就算他有小三或小王 我一样支持他选总统 他毕竟不是像 傅昆琦在买卖股票 他毕竟不像王金平在关缩司法 他毕竟不像陈水扁在贪污舞弊 如果他 就算他有小三跟小王 我也支持他 我只希望他把真相讲清楚 谁在你背后开枪 国民党里面谁在搞你 你自己跟我讲说 这个政治为真不破 你没有做到 那韩冰的那个事情也 很奇怪 有人说如果韩冰出来帮韩国瑜 辅选我们就要对他不利 然后我们就把韩冰藏起来 那你不是向恶势力低头吗 那个逻辑都不会通的 我要保护我女儿 所以他不要出来 那你要保护你女儿 那都这样子 那你怎么保护我们大家呢 如果你当选总统的话 所以 其实韩国瑜他很多东西 没有交代清楚 这是比较可惜的 那 当然在李来西这个事情 小灯泡妈妈这个事情 在我个人YT礼拜三直播 也创了记录 我自己的记录 我开绿界的抖内有史以来 第一次只有一个人抖内 就是礼拜三 不是 我重点不在那个 抖内的人次或是金额 不是 我的意思说 当我那天直播 用小灯泡的妈妈当照片 当那个封面的时候 当底图的时候 就有一些网友说 我爱换照片 我看的不舒服什么的 这种的以前我会退让 因为我们谈题目 有时候就会用蔡总统的画面 或是苏贞昌的画面等等 因为他们是总统行政院长 比较常出现 然后就有网友在那边撒娇 耍宝 换照片想吐 睡不着什么的 以前我会退让 我现在开始不会退让了 我的直播 我的画面 我决定用这个当素材 那是我的决定 你不喜欢 你不尊重我的决定 我不会勉强你 我不会因为 我谈这个角度 结果 看的人比较少 斗内的人比较少 我来换角度 都不会 都没有人 斗内都没关系 只剩下一二十个人看 也没关系 我不会因为这样改变我的角度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 这个韩国瑜他们又在提那个 那个 停止执行的事情 又去申请 那是一定数的 那我因为 我不太了解媒体 写那个什么 最高行政法院 指点的一个明灯 所以我去看了那个裁定 去看了那个 最高行政法院的裁定书 其实大家误会大了 我今天本来想谈这个 一来我自己看的不是很懂 我也不太敢讲 但是我很肯定的是 我讲给大家听 就说 我没有写在题目里面 就说 第一次他们去告 韩国瑜的律师 第一次去告呢 最高行政法院认为 你告错了 一个行政处分 当你对这个行政处分 有意见的时候 你可以申请停止执行 你可以提甲处分 你也可以提甲扣押 那最高行政法院这个提呢 这个合议庭有五个法官 他们觉得 你一个行政处分呢 你应该先提 停止执行 你不能 不能一边申请停止执行 一边又申请加处分 这样就乱掉 他说你应该提这个停止执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这个停啊 最高行政法院这个停 有点苟尾虚调 是说 如果你针对这个 4月15号那个 中选会的这个 这个行政处分 他有特别讲到4月15号 他有特别讲 这是真的 你去看那个裁定书就有 就算最高法院 苟尾虚调跟你讲的 你可以针对4月15号的 这个行政处分 做申请停止执行 这也不等于你再次改变 你等于是换了你的诉讼标的嘛 他本来是告一月了 现在去告4月了 现在最新是告4月了 就算你依照最高行政法院的 这部分你去告4月了 也不等于你一定会赢了 我也看不出来 你为什么要申请停止执行 那王前秋写的是错的 王前秋你应该再去看一下 选拔法 提议跟提出是不一样的 提议跟提出是不一样 你要满一年才能提出 可是他并没有说 你满一年之前不能提议 就算我们的网友SUI一样 SUI他说 SUI 他说引力已经宣传一年了 就是韩国瑜就职市长没多久 他就说他要罢免他了 那你就职市长才几个月 我就敲锣打鼓要罢免你 在目前的选拔法里面 引力有违法吗 还没一年 才两三个月而已 我就说我要罢免你 然后就开始弄游行 弄社团 弄LINE 脸书 然后大家开始所谓的连署什么 那我们要罢免韩国瑜 这样有没有违法 这样是没有违法的 因为我是在提议 我没有提出 要满一年才能提出 满一年要像谁 要像选委会提出 就我这个人我很讨厌 他当了几个月我就想罢免他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可是我的提出一定要在一年之后 满一年之后你提出 然后就成案 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你不能说你当选的高雄市长 当两个月我就要投票把你拉下来 不行 你要给他一年的时间 让他去证明他的证件 他的这个各种的 让他做一年之后 你再来提案要罢免他 所以提议跟提出是不一样的 但是去谈小灯泡也好 谈理来西也好 谈这个申请停职执行这个也好 很多人都是用呛的 就是骂啦 这种 其实骂我没有用啦 如果骂我能够解决问题 你就骂我吧 但是有些就是 其实韩国瑜就是被这些人害死的 他认为韩国瑜讲什么都对 做什么都对 完美无瑕 完美无缺 为韩国瑜做的每一件事情 找借口 那个是不对的 他做对的我一定挺他 他做不对的 我不会庇护他 你错就是错 李来西写人书说 很多人什么 什么起哄落井下石 你讲错了 你根本连小灯泡的新闻 你都没看 你是一样下他们脸书 你根本新闻都没掌握 你就退休的老人了 你还没东扯西扯什么 还没扶法 乱写一通 你根本连新闻都没掌握啦 我也不骂你 你可以像我一样批评小灯泡的妈妈的脸书 可是你不能去讲小灯泡的头颅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 你还在阴啊 你连累了韩国语你还不知道 你还在那边东扯西 今天这个联合报的标题 李来西说好聚好散 我要告诉李来西 没有好聚好散 你帮罢免韩国语拉了几万票 叫做好聚好散 你屁股拍拍说 我不要再针对这个事情发言了 你欠小灯泡妈妈一个道歉 你应该跟他道歉说 王委员很抱歉 我不应该去提小灯泡的事情 你罢免韩国语我不认同 但是我提到小灯泡头颅的事情 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这样事情就结束了 什么叫做好聚好散 你来这晒棒棒的 然后说好聚好散哦 你把大家都争辞了 这是来西 来西兄 人生 不要这样 因为你不是影响到你自己而已 我一直提醒我自己 我不能当猪队友 猪队友 我是长得像猪 但是我不是猪 我也不是队友 我就跟你讲说 我见过韩国语一次 见过李嘉芬两次 见过韩冰三次 韩国语李嘉芬韩冰 我连他们的手机 LINE什么 通通都没有 通通都没有 我有谢龙介的你要不要 还有许舒华的 还是你要还韩汉的 那个我有 王又正的我也有 拿来卖一卖 开玩笑 我根本不叫队友 为什么 我连他们三个人的LINE跟手机都没有 有这种队友吗 所以我不是猪 我也不是队友 我也不是猪队友 我根本就不是嘛 但是来西兄 你现在的问题说 因为你讲的事情是对韩国语是有直接影响的 对国民党也是重伤 你说好聚好散 那太不负责任了 没有必要这样子 你替国民党想想 替韩国语想想 你今天闹这风波出来 应该解决 我都躲起来 我不要再回应了 不行 我们看小灯泡的妈妈 她说李莱希的发言不一定违法 这个就对了 其实她的发言内容是不妥 但是你说违法 为什么法 所以很多记者无脑的问小灯泡妈妈 你要不要告她 你告她哪一条 你要告她哪一条 我是比较建议立委 可以去修一个那个仇恨犯罪 就是韩国语讲那个仇恨言论 因为在欧美各国 又有在针对这个仇恨犯罪做立法 我觉得我们应该跟进 像最近脸书有一个社团叫做 我爱掀马桶 你一看那个整个feel就是 挺蔡总统 挺民进党的那个一贯的套路 是我爱掀马桶 还是就爱掀马桶 不管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脸书的社团 就开始那边 这种就是仇恨犯罪 所以我说 李莱希这件事情 很多人可以批评他 柯文哲没有资格 柯文哲你有什么资格谈李莱希 你比李莱希还不如啊 莱希兄 不好意思啦 给你叫 柯文哲比李莱希还不如啦 民进党跟那个什么绿的粉砖 绿媒你们也不必了啦 你们是比李莱希好到哪里去 就像那个什么 指示赌兰啦 打马汉将粉丝团啦 什么旧爱掀马桶 你们这些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啦 所以仇恨犯罪如果立法 我是支持啦 这个小邓胖妈妈说 道德层面的问题比较大 这没错 道德层面问题比较大 素养的问题啦 那李莱希我观察他这几年 特别是从年金改革 他基本上的 他以前不会这样 他很那个啦 但是也不到这个地步 那这一次是真的跨过那个红线了 莱希兄我希望你再想一想啦 好小邓胖妈妈说 我自认为是很认真的立委 那加油啦 因为你市议员也没当过 你直接当立委 就会像其他立委一样一再的耍宝 你看蔡逸宇当了好几任 还是不行啦 扑扑啊 这一点都不扎实 小邓胖妈妈说 反对者以为他只在罢韩 这当然很多人对小邓胖的妈妈的这个误会啦 因为其实你去看他的脸书 看他这个当立委以来 大概一百多天的这个问证 其实罢韩他琢磨很少 所以我才会说 我认为小邓胖的妈妈是被利用的 那个大家在罢韩 你也写一篇我们来罢韩这样子 你是不是被时代力量跟黄杰 他们那些人利用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请问小邓胖妈妈 你每天只看特定媒体吗 你如果每天都看那些媒体 那韩国瑜真的是个坏蛋 插蛋啊 他是个坏蛋 请问小邓胖妈妈妈 你真的了解罢韩的来龙去脉吗 那个罢韩是台面上表面上的 他骨子里是政治斗争啊 你以为在罢韩期 那是个罢林啊 我刚讲说 我是用选霸法讲给王前秋听 你一个市长 立委也一样 总统不一样啊 总统的选霸法跟那个不一样 立委也好 县市长也好 你刚当选两三个月 我就每天在闹你 每天说要罢命你什么的 这样有没有违法 这样是没有违法的 没有违法 我就说我要罢命你不行 当然是可以 当然是可以 那我的意思说 哪一个县市长能够 王婉玉委员 这个是你要去思考说 哪一个县市长能够忍受 引力加1450加绿煤 加国家机器 打钢插腰八插 骂来骂去 每天抹黑鬼扯什么的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张照片 韩国瑜站在电梯 很像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个 一个造势场合 还是什么 他 电梯被拍到 他站在电梯里面 然后 拖着他的头这样 很累 那个照片我们以前 去年有拿出来给大家看过 他很累这样 然后 抹黑他人就说 你看 他喝高粮喝到酒醉了 就是标准的 看图说故事加移花接木 王委员你知道吗 你了解霸函的来龙去脉吗 王委员我没有要批评你 你了解的没有我多 所以我说你写那篇很肤浅 你自己要好好检讨 你在写什么 高雄市政府限制宣传活动 我讲明天 就是明天 明天引力他们要做一个霸函演习 你不是说限制宣传活动吗 明天怎么会有霸函演习 有申请吗 我就是故意不申请 我故意不申请 然后民众去检举 然后你警察来抓我 我新闻才闹得大 大家懂了没 王委员 说政敌 说社会 说新闻 你的专长不在这里 人家叫你霸函就霸函 人家自己砍你就砍去背望 你这样对 你那个 小灯泡妈妈你要加油 我严禁于此 你要加油 我们看这个大部分媒体引述 陈辉文说 罢韩死定了输定了 其实我有加可能 但是可能这种东西 他就没拿掉 罢韩就是死定了 罢韩就是输定了 我觉得很奇怪 你这媒体为什么不引述我写的 这是我的标题 你如果只看绿媒 韩国瑜应该被罢名100次 如果只看绿媒 韩国瑜今天就应该下台了 不用等明天 今天就可以下台了 就是你每天的这个 当然这个没办法 因为国民党这个不行 来我们来开放我们的call in电话 那个023639955 控制2363 既然说好 欢迎听众朋友 现在来这个筹刷 来欢迎大家来上线 023639955 那我之前就讲说 有没有只是独立粉丝团 不晓得国民党在忙什么 或是打菜汉将粉丝团 也没看到 打马汉将粉丝团 是以前打马总统 打到现在打韩国瑜 你看那个粉专有多坚强 那不晓得多少的小编 多少的这个幕后的故事 国民党就是没办法 有社团是只是赌蓝色的蓝 为什么没有只是赌绿呢 国民党你没有媒体 没有网络 你国民党你可能永远在野 我们要谈那个霸函 来欢迎听众朋友上线 023639955 那小弟今天准备的三个问题呢 来就叫大家 不是高雄的朋友也可以call in 不是高雄的马来赛卡 那来听话大家一件 哈喽你好 惠恩哥你好台北姓张 张先生你好 你请讲来 惠恩哥你刚刚不是说问三个问题 对啊 你先讲我才问啊 不然我问你 不然你打来要干嘛 你就是来打挺 没有啦 你本来讲什么来 没有我本来只是讲说 就是看高雄这种东西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他们这样提罢免韩国运动的东西 虽然我其实像惠恩哥你去年本来讲说 韩国运人既然你要选总统 你就应该持高雄市场 其实我一开始蛮不认同的 可是后来其实我又久了以后 我觉得其实我也蛮认同你的讲法 对就是应该要这个样子 对啊 来张先生来打挺的 你觉得那个办案会不会过 我觉得会 会过好 那你知道引力的十九标 我知道 好来来 简单跟他讲十九标是什么 他就是连续标 他在那个前个市府的那个任务 他连续他的那个一个一个什么传播公司嘛 就连续得标十九个标案嘛 一个什么协会啦 协会 一个协会不好意思 来来那个张先生来 最后一题来 那个给 因为现在韩国瑜父辈受敌嘛 给他个建议 对 很难对不对 没有没有就是他就 如果不辞就算了啦 就是这段期间真的是专心做完市场 如果真的被放眼掉就就算了 有时候上台 上台靠运气下台靠实力啊 就是这样子 上台靠运气 下台靠实力 就下台的身影要漂亮 我觉得是这样子 下台 那个张先生我怎么记得是 上床靠机会 下床靠智慧 怎么被你改成这样子 没有我听到的是这样啊 谢谢张先生 谢谢你 谢谢你的保规意见 来022363995 贝迪晚餐你好 就是连续 你好你好 为什么挂好电话 这不是我挂的是你挂 022363995 来贝迪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你住哪个贵姓你好 住高雄姓吴 吴先生来 吴先生你要先讲还是要先答题 来你觉得罢免会不会过 我觉得 吴先生 一半一半 吴先生我时间很累 我后面又一大堆 一半一半就对了 你会去投票吗 会 投什么 投反对 反对罢免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应该要给他做完四年 应该给他做完四年 你觉得过的几率是一半一半就对了 对 好那吴先生你在高雄你知道引力的十九标吗 知道 知道好 你给韩国瑜一个建议来 我觉得就做自己就好了 做自己 我觉得爱与包容 我自己从他一上台到现在 爱与包容是可以肯定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应该要实事 就事论事啊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如果罢免没过 我觉得他应该要好好的把市长做好 该做的事该办的事都要办 那如果罢免过的咧 罢免过我觉得 就像刚才那个先生讲的下台就是身影要漂亮 再等了几年我还是会继续支持他的啦 你这个是建议吗 我会去投我会去投反对票 不是我说你讲这一堆是建议吗 算是我的想法 如果我是他的话 你会这样走就对了 好谢谢吴先生谢谢你 来02363995 这是我们的空音电话 哈啰你好 博文哥你好 你好你好 我新北小梁 小梁你好 来来你请我来 还是你要答题 答题 来来来你觉得罢免会过吗 会 会过 会过 但我在台北你在新北 我们人在吃米我们在化修 我很关心 韩总的选情 你觉得会过哈 那你知道盈利的持久标吗 听你的节目才知道 你这你这样挖洞挖太大了 你认识 这个被盈利听到还得了 不好意思 听我节目才知道 要是不然之前真的不知道 之前讲的是游淑会 游淑会更早之前是邱雨先讲的 你不要害我 好来你给韩国一个建议来 呃希望韩总他 希望他自己就是要 漂亮下台 这样讲比较快 漂亮下台啊 真的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应该会过了啊 因为我2020也是投他 小梁你你知道那个李来西那个事情吗 跟小灯泡妈妈那个事情 你有看吗 不知道 因为我这两天都没有在没有在看新闻 那新闻那么大人都没看 没有没看 夭壽 那你知道我们送越南口罩的事情吗 听你的才知道 你又害我 可是所以你这两天你没有看李来西的事情 你这两天也没听我节目 因为这两天都在谈啊 呃对我是今天才开始听 好谢谢 谢谢你谢谢 因为其实我自己做这一行我觉得很像大家都应该知道 可是很像知道的人比较少 比如说越南口罩事情 比如说十九标的事情 比如说小灯泡妈妈事情 小梁也不知道啊 来 不知道没有办法 不知道没有问题哦 不知道的其实是比较多的 02-363995台北列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台北的 你台北的 那你的三个问题我想回答 那台北你哪位啊台北 我姓余啊 余先生 余先生你是用免词听筒 对对对对 我不能用免词听筒 那 你可以不用免词听筒吗 可以啊可以啊 这样正常多了啦 余先生第一题 那一半会不会过 应该会过 应该会过 你的观察是什么 因为他们的这个宣传很厉害 那真的厉害 而且这个投票率的 投票只要57万就过了 所以应该是很容易达到的 好那第二题 引力那个十九标你知道吗 十九标 因为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刚刚听他们这样讲的话 我就了解了 所以你本来不知道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台北人 这跟台北人有什么关系 那新闻是全国的 因为我没有太注意到那边 那余先生我插播一下 我们送越南口罩 那个你知道吗 哪一个 我们台湾送口罩给越南 那知道知道 那知道好 来那个给韩国一个建议 来 我给韩国一个建议 因为这次的这个投票 它完全是站在一个 大韩的一个角度 那么我也认为它会被罢掉 那可是这里面他漏掉了一样 那么支持韩国瑜的人 不赞成的韩国瑜来的 他可能不会 那即使你被罢掉了 我可以再出来参选啊 不行 选爸爸规定被罢掉不能选 选爸爸被罢掉了 被罢掉了 我还是应该还有 因为他这个资格不服 这个条件太不凡 那以后大家都来罢了 我叫你给韩国瑜建议 不是叫你那个啦 你的建议是什么 这样子 没有建议 没有啦 因为这样子那就没有办法了 你本来意思说 他被罢掉之后再出来选一次 再出来再选 因为还是有支持他的人 谢谢啦 因为我选爸爸的规定 是被罢免的人 不能再参加那个 当次的那个不选 他可以选别的 但是这次如果他罢免过关了 要补选嘛 他不能参选 唯一不能参选的 就是被罢免掉的那个人 来我们先进广告来 表弟晚餐 我是陈徽文 这个我们YT的网友 又去用这个李莱希的套路 去提到小敦泡妈妈 不幸的那个遭遇 我直接禁言他300秒 这个不行 你不能学李莱希 你可以针对时代力量也好 针对王伟远他的问证 各种表现 他罢免的事情 你去谈都没关系 那你不能去谈到他女儿的事情 那这么简单 到底为什么要去重复讲呢 那个阿智 谁在提到小灯泡的那个不幸 就直接用Bang 滚出去 你不要来我这边聊 你去别的地方聊 你怎么怎么会拿人家的悲剧来消费呢 还在谈小灯泡的头颅 我的聊天是不允许这样的言论 你要听李莱希 你去别的地方听 你不要在我这边听 我非常不欢迎 你有看过直播主这样赶 赶观众的吗 我就是不要你这种人 这这么明显的道理 还有人在帮李莱希讲话 笑死人的真的是 来我们要继续接call in 刚刚那个台北于先生说 听前面几个讲才知道是酒标 看来不知道的人比较多 但是尹利他不是高雄市长 我只是跟你讲说 罢韩他没有那么单纯 我不是要去骂尹利或是笑尹利 罢韩没有那么单纯 他是一个政治斗争 什么民间团体什么那个都是假的 你不要这么好骗 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政治斗争 韩国瑜输了两百多万票 民进党继续追杀 你看刘世芳 有没有看到刘世芳 有没有看到许志杰 有没有看到赵天凌 这都朋友啊 邱依颖不是我朋友 因为我怕他踹破我的门 都民进党的立委啊 通通跳出来啦 鼓咖都锁出来啊 你还以为什么民间团体 来我们接call in 哈啰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个姓你好 新北小鱼 小鱼 你好你好 嘿嘿嘿 你请问哪 要问问题还是要那个 随便 问问题考欸 那你本来讲什么 本来没有讲什么 只是要来答题就对了 对啊 只是想来答题而已 那你对这个题目有什么看法 我就不问你了 来 你想讲什么 其实我觉得会过啊 嘿 然后再来 1980我也知道 因为也是听你的节目知道的 哦夭壽 对 然后 我这一集如果被引力听到 那两十节大了 哈哈哈 这个这个这个信息是真的是 还蛮让我惊讶的 可是那个是去年的事情呢 对啊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啊 好 而且也比较少关于那个高雄氏 那你平常的新闻哪里来 你有买报纸吗 呃 都是早上听那个飞碟电台 早上听飞碟电台 你说唐大哥还是整点新闻 呃整点新闻 唐大哥 唐大哥的节目有听 所以你没有在买报纸就对了 没有很少 那你有在看电视新闻吗 电视新闻也比较少 比较少啊 如果你看电视你会转哪一台 这个这个讲没关系吧 PPPS 哈哈哈 应该很直接啊 没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你你讲任何一台 我任何几台我都ok 所以你的你没有在买报纸 你你偶尔看电视 然后听飞碟的新闻 这样就对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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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小鱼来最后一题 你给韩国瑜一个建议来 我觉得下台之后好好休息 你直接就跳到下台 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几率很大 所以我是希望 能这几天很累很疲劳 被攻击成这样子 应该放宽心好好休息 好 还过天空 其实其实你看联盛文这样 联盛文其实跟柯BB也没什么不好 好 谢谢谢谢小鱼 谢谢你 其实其实真的赢的真的是赢吗 输的真的是输吗 好你看联盛文现在又健康 好人缘也比较好 也不像以前那个公子哥的 其实联盛文这几年变得很多 是往正面的方向 你看柯P那个嘴脸 柯P真的赢吗 好来0223 63999 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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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Jacky 第四波 Jacky你好 Jacky我怎么觉得去年你很想打过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从来没打过 我从来没有打过 从来没有打过 Jacky 你先讲 没有我也是没离开啦 拼一年啊 拼到现在 实在是很延期的 怎么说 没办 阿民进都太厉害了 真的 Jacky你觉得 霸函会不会过 是很危险的啦 是真的很危险 我 你讲的我先答第三题 我建议韩市长 花川云建 经理的人同样在 我是这样想 花川云建去哪里集合 高雄 对啊高雄集合啊 要干嘛 高雄市民集合啊 高雄市民集合啊 他罢韩我们还罢韩啊 不是不是我们不能投票啊 对啊 我知道啊 他穿云建 他还可以花 花川云建高雄市支持他的人 可以出来啊 对 你的意思说去高雄夜市 还是去高雄办一个 20万人的集会 还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花川云建 然后请高雄挺他的 的韩粉 铁粉都出来 都站出来 不是高雄的也去高雄集合这样 也可以啊 我想他穿云建立发的话 不是高雄人 他也过去啊 我不配点 那你没有回答我问题 那你把大家找去高雄要干嘛 那请他反罢韩啊 就是办一个大的集会就对了 你一直没有回答我问题 要干嘛 蛤 你是要办游行 还是要办造势 还是去高雄拼经济拼夜市 什么你到底要干嘛 没有 我的建议是反罢韩 然后把那会不会同时把对方的人也拚出来 嗯 那就比比堂了啊 拼定啊 拼定啊 没办法 只能这样啊 来来来 那个Jacky你知道十九标吗 去年就知道了 去年就知道了 非常好 对啊 没办法 其实高雄的问题不止十九标 很多问题啦 那就对了 十九标真的是小问题而已 对啊 那个都是媒体 媒体都盖住 都不讲 都一直讲韩国瑜的坏话 那没办法啊 韩国瑜怎么电就用电视啊 没那么多人在听他啊 那就拼不过来啊 拼不过来 怎么说就没效 真的是 因为媒体太会洗脑 很多人 连我们自己很亲的亲戚都被洗脑 本来是国民党的被洗脑 韩国瑜喔 这个人不行啊 我听着干嘛 連国民党的也会被洗脑喔 对啊 他就是看 他就是看媒体啊 媒体很亲的亲戚耶 不怪你 真的是 好 真的是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我们接六通了 我们进行我们节目下一階段 这六通一定double 不不够接 这当然如果下星期 会够找时间来给大家的口音 就是说 刚才最后一通 Jacky说到这个媒体部分 真的是没法 怎么说 所以我拜托 我们现在所有聊天室的好朋友 你要帮忙宣传 像十九标 Jacky说他去年就知道了 有的人真的不知道 他以为引力就是个民间团体 他不是啊 他是以前成局的文化局长 在他当成局的文化局长之前 他投标高雄市政府的标案 十九标十九中 百分之百 他的行为跟Freddy在大港女营 那个谁啊 来今天请那个Tina QQ 你来翻译一下那个大港女营给那个 听不懂台语的朋友 大港女营的Freddy啊 跟卡神杨慧如标案是一样的 Freddy 杨慧如 引力 我跟你讲这三个里面 我就不认识引力 另外两个我都认识了 另外两个都老朋友了 引力十九标十九中 他不是民间团体 他不是单纯的民间团体发起人 事情没有那么单纯 Tina QQ 你不要这么好骗 那今天礼拜五 本来就是人会比较少 听的人也好 什么比较少 请大家帮我按赞 按分享 你行有余力 在我们飞铁电台的这个直播 听收音机的朋友 你开收音机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有call in 进来的是VIP 没有call in 进来的也是VIP 因为我来说现在很坏做 就我刚刚第一段讲的 我明明主题是 如果你只看绿美韩国瑜 应该被罢免一百次 他不要抓这一句啊 他要写挺韩名嘴 陈辉文点点 韩国瑜罢免死定了输定了 他要的是这个啊 我讲到少生 讲到没有 真的有气无力的 他不要 他不要顺着我的那个逻辑走 他就是要抓那一句 说你看连陈辉文都说韩国瑜死定了 我的重点在李来西 重点不在韩国瑜 其实李来西如果出来道歉 直写 对韩国瑜还是有帮助的 但是媒体这么的劣势 网络这样子 其实你再不出手 他就想 诶 霍远兄我潜水很久了 你都都叫你孩子 李星宜跟我讲 就是华航那个空姐 她说韩粉掉了三成 30% 我跟她说 我认为韩粉掉了50% 我认为李星宜讲的30%是低估了 恐怕我讲的50%也低估了 你从各个层面的那个数据分析出来 韩粉跑了一大堆了 好 生气的啦 回国的啦 不想看不想听的啦 心情不好的啦 好 一大堆就算了 来我们看这个内阁该组 其实我的要求不高 找一个会发钱的可以吗 连发钱都不会发 真是莫名其妙 那会不会该走的没走 不该走的走的 真的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对苏内阁的这个 这一次的微调 也没什么兴趣啊 大概就几个位置 在那边挪来挪去啦 那比较离谱的是 国发会主委陈美林 这个是赖清德的人马 他 他自己跟自己讲 他两次问苏院长 我是不是做的不好 因为他被换掉 其实以官场的文化来讲 我觉得这个陈美林 是非常的不适任 你怎么会去问你的主管说 我是不是做的不好 而且你还主动告诉记者说 我两次问苏院长说 我是不是做的 这个实在是悲哀啊 你怎么问 这根本就是 你政务官 你做到国发会主委 其实已经够了啦 难道你觉得国发会这几年做得很好吗 2017年啊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问这个 RCEP跟TPP 陈美林答不出来 他答不出来 因为他不是这方面专业 他是法学博士啊 法学博士接国发会主委 是不是开玩笑嘛 陈美林最早是在法务部啊 那你经济懂什么 国家发展的规划你懂什么 你接国发会主委实在是太 很不适任啦 你还说我 我问院长说我做的好不好 你当初帮那个位置就错了 这个实在是很离谱 那之前内政部长 韩宋警政署长的这个丑闻呢 那会不会双双留任啊 徐国勇韩宋陈嘉青 从来没听过的大笑话 那韩宋被被退回之后 内政部还要在韩宋吗 这是很好笑 我们看国防部盘石舰的这个风波 外交部长变断交部长 结果国防外交可能都留任了 这也很好笑 你看盘石舰的事情 国防部跟海军司令部 说了多少的谎话 前言不对后语 一只掰一只扯这样子 那真的难看 我不是怪 这个盘石舰的这个 赤冠兵生病 生病不是他愿意的 而是你整个回报的系统 你整个危机的处理是零分 这种部队是不能打仗的 就国防部长可能还留任 那断交部长这就不用讲了 吴钊燮的这个表现实在有够差 这个听到没有你要想一想 如果 如果美国连在WHO 帮我们提案他都不愿意 你觉得美国会帮我们打仗吗 这是今天赵绍康在苹果日报写的 美国连帮我们提案他都不愿意 台湾 你们不能抛弃台湾台北法案怎么样 怎么 就美国都出一张嘴啊 他如果连提案 他都不愿意帮我们提案 你觉得如果阿共打过来 他会帮你打仗 他会派美国大兵来送死吗 不会啊 川普之前在提到南韩的时候 川普问他的幕僚 我们保护南韩可以得到什么 美军啊 派好几万人一直驻守在南韩 我们保护南韩能够得到什么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挺台湾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 你要付出什么代价 这个大家都没去想清楚 经济部长 我不晓得他找哪些小编 最近的这个懒人包啦 这些网路的公司不断 那就有人去跑他 经济部长做的多好多好 我们的经济好不好 经济好不好应该去问 纾困的那些朋友 其实经济是不好的 但是大家一直这个 好那有媒体报导说 文化部长是李永德 就是邱毅莹的老公 他当年闹了一个笑话 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标题叫做铁证如山 陈菊没有睡觉 陈菊在看灾 叫做铁证如山 这李永德开记者会 结果李永德开完记者会 陈菊在高雄市议会 承认他在睡觉 这是李永德的大笑话 那之前李永德拒绝警方盘查 这个是文化 蔡总统用这种人当文化部长 李永德的文化是什么 那个名单 大家看看就好 来我们请问 各位晚餐我是陈菊文 来那个YT聊天室的朋友 还是要帮忙我们的这个 需要大家的鼓励 大家动动手指头帮我分享 帮我按赞 让这个 因为其实很辛苦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要面对 你去看那个 旧爱仙马桶那个粉砖 很恶劣 把各种对韩国瑜不堪的影片 剪在一起 然后叫你看这样子 那国民党怎么没有人去剪蔡总统的呢 国民党就没有人会去剪苏贞昌的 这个 我是在 不知道怎么说 我是在没办法 我们刚才是蔡玉宜的提案 5月8号联署 然后今天就策案了 这个笑话 然后蔡玉宜还去接受韦翰的专访 他说啊 蔡总统一定觉得我很棒 好好笑 那不是要跟蔡玉宜计较 那当然他 提到什么柯建民啊 黑暗歧视那个我都不谈了 但是国台办的网站 去回答他一个怕的 这个非常的无聊 那其实 比较比较麻烦的是这一种 就是 互相敌意的螺旋 好 我讨厌你你讨厌我 然后你呛我一句 我就回你一句什么的 这个对两岸关系是没有帮助的 好 那像 民进党这些立委这刷牌 他已经很多次 像那个苏巧慧啊 那个苏贞昌的女儿啊 他提案很多次 提到我都不想讲了 但是每次提一提 然后 也没处理啊 然后 时间就过了 然后案子就过了 就就案子就没了 好就时间过案子就没了 就没事了 他提案等于是给独派一个交代嘛 你看我有提哦 好删除国家统一啊 不然你要干嘛 你要改宪法嘛 好 所以像蔡玉宇这样的委员 我是非常的 这个 谴责啊 好 那国台办讲说 哎你你怕啦 那你回这个一点帮助都没有了 好那下个礼拜 这个蔡总统520的这个 就职演说 当然大家非常的 这个关切 蔡总统讲什么 其实蔡总统应该回到他2016讲的 所谓的维持现状 好特别是现在在防疫期间 这所谓的维持现状 对很多 好 这个收入归零的朋友 期待蔡总统维持现状的朋友 维持现状这四个字变得很讽刺啊 好 还是要回到马总统的那三步啦 不同不独不武 以目前两岸的现况来讲的话 要统一 要独立 甚至武力相向 都不妥 好那马归菜会水吗 很难 谢谢下礼拜见 拜拜